年节应景的石树花果肯定少不了忘来的凤梨花 而全台凤梨花最大的产区瑞穗乡复兴村 今年虽然受到缺工的影响 采收量有限但也因为物以稀为贵 收购价格比往年还要高 也让农民们荷包满满丰收过好年 花馆茂盛阵容的凤梨花打包装箱 农民敢在年节前洗上架抢工年节商机 农年财运旺旺来 堪称全国凤梨花最大产区的瑞穗乡 平安度过农冬低温凤梨花茂盛茁壮 但今年严重缺工采收量少市场供货量有限 价格也跟着飙涨 缺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甚至有些自己地主农民自己在采根本找不到工人 所以即便田里面有凤梨花还是采不出来 那采不出来变成说我们供货量就会比较短切了 所以说今年因为市场的一个市场机制 货量比较少 所以说价格整个拉高了 而且拉高的很多 那其实讲起来 我们觉得说今年这样虽然农民在比较切工的情况 它比较小的采出来 所以说量比较少 那大的它就留下来做加工工 这个倒也可以 相较于以往 今年产地售购价格平均一箱400到500元左右 让低迷多年的价格直线飙涨 农民荷包满满 丰收过好年 好那因为我们这个复兴村 它的地理环境的关系 所以很早期就开始在种植凤梨 已经有数十年的一个历史了 从早期交给我们的这个罐头公司 一直到后面的转型 成为凤梨花全台湾最大的一个产区 那现在也有兼重一些我们这个实用的 比方说金钻凤梨 牛奶凤梨等等 那今年的这个凤梨花的这个产量 因为种植的这个量比较少一点 所以今年的这个价格 可以说是大幅的攀升 随着新村脚步的逼近 象征吉祥旺财的凤梨花 也成为了最夯的过年 季族节庆的应景物品 而今年市场价格好 也带给大众农年好运旺旺来 农民也有信心 今年的农产品产销也能兴旺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